我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那台灣誰有這種店嗎 其實很多但是不會擺出展示給大家看 沒有這種的 沒有這種實體店鋪那種 有實體店鋪但不會擺出Fear World的 有沒有什麼攝影器材展 有有有攝影器材展 但是Fear World的不會出來展 他可能就是擺在那裡 他就沒有要給你看 他覺得你想要他才便宜 他可能想說便宜你就直接買 買回去自己玩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 照理來說一般是要有一個攝影器 對 試試看按一按 重點是台灣就沒有這樣 對啊所以就還蠻可惜的 台灣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他覺得你愛買不買 你覺得你這樣就可以 對我覺得台灣愛買不買 隨便你 對啊就是這樣 因為他開攝影器應該 我不確定 因為有些可能是廠商會提供樣機 我不確定 因為有些可能是自己店家要自己開樣機 這樣子我們比如這個也是發布的 嗯 那他可能會訂過 那我們會跟他說 給你提供一台樣機便宜一點 比如說五折 拿過家的五折 然後他就當作 sample 樣品擺放 哦 因為我們不能 我們不希望 我們希望他不是用於商業目的 就不能拿來賣 你可以 其實就是有 你開店鋪最好就是說 用部能夠上門體驗 對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如果你有三個品牌 那你想要買 那你就都試一下 那今天哪一個更好 你就挑哪一個 這個台灣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啦 可能你們的品牌 可能就沒有擺出來 因為可能就太多東西了 對啊 就 因為在台北應該算是已經 店家已經算很多了 但是就沒有人擺出來 南部賣這個的更少了 對更少了 然後大部分集中在台北 就這個了 對 就台北就是 top分 因為 對啊 就如果有案子也是台北下去 南部這樣去拍攝 對啊 就還蠻可惜的 回頭我們可以跟你們的經銷商 再聊一聊 對 你們是什麼組隊啊 好好聊聊 對對對 對啦 提包一下 增強一下服務 對啊 就因為你們 螢幕我覺得是還不錯 因為我其實之前有用過什麼 像是Porky什麼 我都覺得不是很OK 沒有啦 就是 不一樣的東西 他們現在也做得還不錯 對對對 但我 用一用就是 還是回到Fior World 就是 就是 有人說我們很好 有人說他們比較好 每個人使用習慣啊 或者 審美的觀點不一樣 這種 其實也不一樣 對啊 他們可能直接要這樣子 他們可能直接要那樣子 是吧 只能說我們第一 我覺得你們東西都很輕量 都很輕巧 像 對啊 像是什麼 small HD 他們可能就會比較扎實 但是就比較厚重 對對對 我發現他們現在新出的都比較厚的 對對對 然後重點是重量 你們的都很輕巧 我就很喜歡 哈哈 但可能別人就會說 喔 怎麼那麼塑膠 可是我覺得還好啊 如果你想要簽就是塑膠 如果你想要堅固一點 就是金屬格上 可能是新出的 這個也是可以錄製的 但是它這個是金屬格 對啊 鋁合金 鋁合金金屬格 這個是也是Prototype嗎 這還沒出啊 對 這個是第一台工程樣機 OKOK 它有一點問題 只能當這樣子 因為金屬格其實也做得很薄啊 對啊 全金屬格 我們接下來會出 那種金屬格 因為我們出的很多很多了 然後老外 特別是老外 那種覺得說 塑膠感覺有點 太廉價了 對怕不太穩定 對因為有時候去轉這個的時候 你感覺哇塞 螢幕好像空要斷掉了 對對對 確實 如果是金屬 你怎麼拉扯 它就不怕了 對啊對啊對啊 就多一個產品線這樣 對對對 我們接下來會增加 更多的金屬外觀 OK 沒問題 期待 而且我們有賣一些 特別是租令商 哦 那他們很需要這種 對他們很需要金屬 因為它這個 買來就租了很多用戶 對啊你租這個 可能幾次就壞掉了 對對對 而且他們很多常常是亂爭的 對對對 的確是這樣 我們也是根基用戶 賺慧然後一直在改進 這一定要了 好啊就差不多這樣了 哈哈 好我要再去逛逛 謝啦謝啦 沒事沒事